要帮助找第三条解释 2010年与小儿子刘荣贵同住了多年的老母亲 忽然找到大女儿刘春兰 要求与大女儿同住 我妈找我 我弟弟找我 那侄弟找我 那媳妇找我 都找我 让我搬下去 跟我妈一块住去 当时大女儿就住在母亲楼上 平时看望和照顾很方便 为什么母亲要特意提出来跟她同住呢 原来是母亲和小儿子一家发生的不愉快 他们彼此都表示 无法继续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本是平常我在五层住 我妈在三层住 我要下楼必须从我妈没法过 我这房子不是大妈呀 她搬下来了 我搬上去住来了 换住了 换住了 为了顺应母亲之意 小弟一家搬上了五楼 住进大姐的房子里 大姐一家则从五楼搬到三楼 开始了与母亲的共同商务 那在2010年的时候 您跟姐姐换岗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签什么协议吗 当时呢 要说由她 从那天开始由她赶养老太太 老太太一切的费用呢 由她付 老太生老分子以后呢 老太那间房在她 五兄妹商量后写下了协议 约定母亲后续的养老 由大女儿负责 在母亲百年之后 她的房产也将归大女儿所有 谁也没想到 只过了短短三年 事情就发生了变化 到一三年底后来她说了 就私下就是我母亲跟我 跟她一块儿谈的事 她就说啊 她叫她的屋里来说 那个我明年那是一三年 她说我明年六十了 我身体不好 就塑料老太太了 但是明天她就死不了 我死了 说我因我活生的病 但是她应该照顾老太太吧 相安无事过了三年后 大女儿突然搬离了母亲家 对于那份曾经的协议 大家都自然而然的认为不算数了 直到传出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你轰着我 你轰着我 你限了三天时间 让我走 不走 把你家打了 我不走 对于为何离开母亲 大女儿满腹委屈 她说自己并不想走 实际上 她是为小弟强行轰手的 为什么要这么威胁您呢 因为她说我占她房子了 当初明明是小弟 请大姐过来与母亲同住的 为何三年过去 大姐也说小弟反悔 撕毁了家庭协议 那么就是说后来发生的事 就是说老太太 因为那个当初那个301的房子 那个房子上写的老太太 她既然不管了 等于就我又搬下来了 老太太 因为以前一直有等老太太一块住嘛 就是说还是由我继续照顾老太太 大姐搬走 小弟翻回 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然而事情却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就是我跟我母亲合住的房 在那个莫名其妙的我也不知己 就是让刘诚兰的 能弄他们一下了 这个儿子这是我唯一 我们拆迁安置的房 从我们以前在早前 我是本身就是农民 农民我们就是拆迁安置上来的 刘家小弟开门见山 他此番前来第三条解释 是为了自己与母亲合住的房子 他说这个从拆迁起 就由他和母亲居住的三居室 一夜之间 户主竟然更换成了大姐刘春兰 您为什么要把房子过户到自己里 不是说我要过的 而这是我妈要给我过的 我那时候也跟我妈讲了 我妈讲了 我妈说的 我现在已经归你了 管我 我就把房子给你了 那您拿了房子 为什么又要走了 因为他轰了我 如果刚才我没记错的话 您的弟弟说的是 您跟他说 我不行 我受不了了 我要走 咱俩赶快换回来吧 现在我们谁 就不了 尤其我 大家都跟小弟关系不好 对 看望母亲的艰难 是兄弟姐妹们最大的抱怨 而所有人也将矛头直直小弟 我连妈都看不上 我一看 我都上后花园看见 我不敢进家门 因为我要进家门 我跟我哥打架 跟我妈添雷坠 我不想出来我妈 他能跟我妈打架起来 我可以想我妈 三年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原本和睦的家庭四分五裂 小弟和其他几个兄弟姐妹之间 有何纠纷 连他们看望母亲都被阻止 就是您这个女儿 她就是一直以来 她跟您关系怎么样 对您怎么样 茂迪之年的老母亲 最终能否重获一个 安乐顺心的晚年 第三条件是之 三居室里的风波 正在为您讲 2010年的正月十四 大姐说 事情的起因 是从2010年 年初开始的 当时 母亲与小弟夫妻俩 发生了一些生活 是很矛盾 这个您就是2010年之前 您这个 您妈妈是一直跟您小弟住在一起 跟他 跟他住在一起 不一块过 跟他住在一起 我妈自己干过 就自己 我自己吃的 大姐与母亲住得很近 平时母亲有什么事 她都能及时照应 但是房子怎么会变更到 她的名下 人吧 没有贪心啊 是一个最好的笔下 因为我们家的房子 是属于那个 农村那个 农场 拆迁安置的 就说人头份 您在八一年拆迁 当时都补偿了什么呀 当时没什么 就是当时八一年拆迁以后 我们就安置 我们都都那什么了 这安置房不是补偿吗 安置房不是 安置房是我跟那个 他们刘春兰 是我大姐 我大姐 她还有两个哥哥 他们一人分了一套 一套房 就是一居室一套 我跟我的妹妹 还有我 两妹还有我母亲 父亲 我们分了一个三居室 您的意思是 一共四套房子 对 两个哥哥和姐姐 各一套一居室 对 您和父母 还有两个妹妹 五口人 我没结婚的那时候 五口人 是分了一个三居室 对 据了解 1979年 因建设争地 刘家所居住的 丰台区蒲黄于四里拆迁 根据当时 按人头分配的拆迁政策 刘家已经成家的 大哥刘荣升 大姐刘春兰 和二哥刘荣华 各分这一套一居室 等于那个时候 你们家的部份 全部都对了 对对对 都在一起 都在一起 就是 跟你站了 站了以后 你立护了 立护我先走 而当时未婚的小弟 刘荣贵 和两个妹妹 刘春秀 刘春英 则与父母一同 分到了一套三居室 这个三居室 恰好与大姐的一居室 在同一栋楼 同一单元 分别是三楼和五楼 分析价就三个人 三十年 三十年还在这儿住 对 跟我母父母 对对对对 实际俩俩 这个刘春秀不乱 就是我 就是我跟我小妹妹 就是我刚才说 那二次 那个土壤产 第二次用什么 他我们先搬的 我奶奶 我爷爷他们是 后搬的 所以呢 人家就给了一间房 就是这刘春秀 他就给他一间房 就是我爷爷奶奶 对 然后就给他一间 等于就是 占一户吧 就是 就我签过 跟那住人 也给他一间房 唯独没 就是说 唯独就是我跟我小妹妹 我们 是不是 这个三居室吧 那当时 这个房子写了谁的名字 那是吧 谁的户属 就是谁的名字 一个房本 不能出现两个人 您可能 您了解是吧 您了解了解 这闹不行 所以呢 就是老太太 一人的名字 据小弟讲述 刘家的六兄妹 在拆迁中 都各自得到了安置 其中 二妹刘春秀 由于在拆遣之前 户口已迁去 祖父母家 所以在这套三居室中 事实上 只包括刘家父母 小弟刘荣贵 和小女儿刘春英的份额 而房主 则是母亲刘淑英 然后呢 又经历什么变化了 现在就是说 那个你看 到八一年 不是那个 崩完房以后了吧 八一年年底 我父亲去世了 完了 我就一直 跟我妹妹呢 我想 跟我一块住 就一块住 我妹妹呢 比如那个 他结婚了 那人就出去了 到这个 一零年 那个四月份 我们家庭呢 有点那个 纠纷 就是家庭纠纷吧 就是 吵架 就出现问题了 出现问题后呢 就是张神的 就是 开家庭会 小姐 对 2010年 因为她是什么呀 她是 跟我妈打架 住一块 我妈 跟我妈打架 瘦妈 跟我帮我妈吃饭 骂我妈 这么就骂 完了 因为有很多矛盾嘛 起来以后呢 完了 从那以后呢 我妈就说 我实在是跟着 哭不下去了 因为她也找我 姊妹也找我 连她那个孩子 还有我妈 这四人 因为我在五层住嘛 她在三层 我在五层住 她上去 她找我 四人找我 让我下来 跟我妈一块住 八十年代初 刘家人各自 搬紧拆迁安置的 新房间 而后 随着父亲去世 妹妹结婚 只剩下 刘家小弟一家人 和母亲 共同生活在 这套三居室中 一直住到 2010年 常年居住在一个屋檐下 母子之间 因为生活琐事 出现了摩擦 于是 在2010年4月 小弟和母亲同时提出 希望大姐搬过来 跟母亲住 让双方都换换环境 缓和一下矛盾 为此 刘家几兄妹 还专门聚在一起 开了一场家庭 那会儿当初是 1010年 晚上下来 我们一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其中呢 就订了一个协议 我们老太太呢 就是刘仁 只有我大妹妹官 老太太一个人没有 这两个人 一个老太太愿意 你本人愿意 老太太愿意跟我 大妹妹过 跟刘仲良过 老太太愿意跟他过 她也愿意 养他 最后呢 连所有人家庭上 都叫一块堆 签了一签入一个协议 当时不在场 这和小妹妹 她去传 她不参与 她不参与 签了一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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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那个英雄 其实这个 常不参与 就是说 当时跟我们说呢 老太太 孙老庭 老太太生后一 就是死了一 百年之后 她一家英雄 丢上来 哎呀 这个就 就丢上来了 就 别那点 大家也都是 同意的 对 但是都摁了什么样 解决到后来 比如说当时 就是老人的 选选选选 就是说 她那个流传的 她答应管 管老人 就是说 暂时就是说 让她从她的502 她分的房子 就是在我们这 我们一个楼 一个单元 她是502一居 这样呢就是 她等于就是说 从那个502搬下来 跟我母亲 就是说 临时由她照我母亲 但是我们也曾经 换这个屋子 她就换下来了 我从301呢 我就搬到502 就换出她那去了 这是10年 我的叔叔 她们就都 都带上了 她们给做的证 嗯 因为她 打完架以后 我妈就觉得 自己受不了了 因为她平常 就说她 从拆监 一直跟我妈 度 就这么多年了呢 我妈自己吃饭 我妈不跟她们开吃 其实我妈也挺难的 自己 没火费 全要跟我妈分着 连店都要分开 店 咱们现在就是一个门 就一个店表 她要求一个两个店表 这个是证人 我哥是证人 为什么 让我哥是店工 让她再给接着一个店表来 店工那位 人家不干 不理解这样做 谁就没办法把店分开 门店呢 我妈得给她的 没水电钱 必须得点 点不行 这样也不行 也打 也跟我妈打 也跟我妈打 到5月22号 后来开这个家庭会 开这个家庭会呢 那就是说 最后就决定说让我下来 有我这书 当时我就说 我是书于这个人 让我下来 跟我妈住来 这么着我就搬下来 办了以后 这个过程跟我妈就说了 他们开这个会 写了个协议 那次家庭会议商讨的结果 是母亲的赡养问题 由刘家大姐全权负责 相应的 待母亲百年之后 母亲留下的财产 也可由大姐继承 看着我们是换着住 这如蓝他也知道 就是说 这个房子换着住 换着住 就是我跟这儿 他不住一居吗 不是老太同意 跟他一块搬下住来了吗 那我得有这住 我得有这住吧 这么就换着住 这换着住 当时并没说 就并没说这方式 但是这也 实际包括我们这百年之后 是吧 换着住 妈妈一直是住这个房 你们姐弟俩 换着住了 你在这儿住一段时间 他在那儿 不计就是他搬下来了 我搬上去住来了 换着住了 换住 换住 换住到 所以他是照顾你妈妈 对 因为我那不是发生冲突了吗 我先说咱们先起义开始吧 这起义是 比如这房子 其实换住开始 比如换住开始 不是说他 我得说我换住 比如说他可以上上边住 可以下边住 还是说 完了让我解 养老送公 就说房子归他 说这房子 就说也说这房子事来的 可是没说 写着说房子全归他 就在一起住 没多少日子 他就把房子搬上去 因为我们一直都不知道 不如他身上去 当时开始呢 我们就是面谈的 就是我书也在这儿 就说是换住住了 后来他就说 为了说我不能白那什么 白养老太太 他就写 就说让我那表哥呢 写了这么一协议 写了一个就是 从那天开始由他 赞养老太太 老太太一切的费用呢 由他付 老太生老病死以后呢 但是当时就说是 老太那间房 给他 吉兄妹在协议上签字之后 大姐一家便搬进了 母亲住的三居室 而名下并无其他房产的 小弟一家 则换到五楼 在大姐的一居室中居住 但是这个局面 只维持了三年 便被打破了 在这之前 在您2010年之前 您跟老母亲 一起生活的时候 那个时候 您大概有印象吗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妈妈是需要人照顾 而不是妈妈可以照顾你们了 就是从我母亲 一踹到羞眼以后 就一直 也是我们就是 我们一块生活 跟你说 你管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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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一直自己吃饭 才自己 什么你们要 一块对 一块生活是一块生活 但是一块生活呢 有可能比如说老人 还比较年轻的时候 比如说60多岁的时候 甚至说70多岁的时候 还能买菜做饭 还能伺候孩子呢 那什么时候是您觉得 妈妈得我照顾他了 而不是说他来照顾我了 因为我母亲的 她是老了 那个就是老人那种 什么时候开始 老年迟来 那就从 应该她八十次了 就从70 70 70 70多点 快点 不是八道 不是八道 跟老太太一块肚子 从来我 这刘克兰那上班 如果有病 那我请假 刘克兰那请假 在那瞧病 对 咱要说实话 她也开始车拉着 我就叫大兴的妹妹 她 那时候我已经背着下 不是叫哥 叫他们 她老太有毛 全都叫他们过来 都过来 没有她一个人管过 谁也都管过 就是 胡说八道了 她 老太太会摔那个 那个 被大腿披了 她媳妇白天 我夜班 那有个月给钱 每个月给她 给她800块钱呢 因为我母亲的 她是 老子 那个就是老年痴呆 等一下 你刚才用了老年痴呆律 你说你妈妈有老年痴呆 有诊断吗 医院的诊断吗 医院看过 有吗 有诊断吗 诊断为二次罕莫症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是吗 是你说的 对对 那请你不要说她 有老年痴呆 对对对 你可以说她就是 有点糊涂 记忆力不好 对对对 但是不要随便使用老年痴呆 对对对 对 她的记忆力是痴呆 其实那有什么 比如说老年痴呆 或者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糊涂 你妈妈什么时候不能做饭了 做多大岁了 九几年就不做饭了 太发探了 她跟我说 她老孩子也做饭了 大概什么时候不能自己呢 就是 我妈就是禁禁一两年 不能做饭 不是 是从二十年前就自己不做饭了 就是我经常出以后 就是我母亲那儿 就跟我一块过来 她就不做饭了 就是我们 跟我们一起吃 您不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我觉得很奇怪 没关系 我记住了 你对这个问题很敏感 是谁来找 谁来找 她不叫我行吗 她把工资都给泡到那了 她有工资 看来刘家的矛盾主要在大姐和小弟之间 双方讲述的焦点也渐渐由房子转到了母亲的赡养问题上 那么房子和赡养有关系吗 赡养老人难道必须要有前提条件吗 过了三年吧 就是一零年 一三年年底 一次就是 跟刘家庄就跟我那大姐发生冲突 谁跟谁发生冲突 我母亲跟刘家庄来 就我那大姐发生冲突 她也老后来冲突了几次 也是说你搬下来吧 但是患者库你搬下来搬下来吧 那时候我想就是说 尽量她就是 老太跟她有调学一定的 就我也就没搬下来 一直到一三年底 后来她说了 这个私下就是我母亲跟我 跟她一块儿谈这事 那是零三年 她说我明年六十了 我身体不好 我也做不了 这个处理我妈 我就处理老太太了 我与我扶心的病 但是还因为你照顾老太太吧 她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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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给你房子给你办好了 这是她说的 本来我搬走 把我空走了 我跟我妈住的是三年半啊 本来是平常我在里常住 我妈在三层住 我要下楼 必须从我妈里面走过 我对上的屋子按我来一点 听她和我妈咋会吵呢 我吵呢 我吵呢 我妈老是我吵呢 她也说我吵呢 要帮助找第三条解释 我们这儿做有关房产的话题 如果房子是老家的 经常 我相信观众也有意到了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大家上来先不做房子的事情 先说我在父母赡养的过程中 我都担了些什么辛苦 我都受了些什么累 而父母跟我是多么的亲近 跟其他的人关系是别人的疏远 好像因此就可以证明 我在这个财产的凤额里面可以多难一些 但是其实没有这个事儿 姐弟换房维持了三年 期间矛盾层出不雄 枝节横生不断 到了2013年 刘家人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 这换房居住的方案继续不下去了 对于换房居住结束的原因 姐弟俩各执一词 小弟说是大姐受不了与母亲的争吵 主动提出离开 而大姐却愤怒的指责小弟 说自己根本就是被轰出母亲家门的 就吵架了 吵完架之后呢 当时谁吵架 小弟 我妈都我 你三个人 就只有你们三个人在 他也在 他当时没说话 限我三天搬走 搬走把你家砸了 这么着 我说的 人要是 要是什么的话呢 还得给一个月时间的 我平时算我三天 这么着 后来孩子回来后 有一天我就是 跟他说话 怎么不到了 我一年在积院呢 我妈他们肯定翻 这么着 我们一年 其实在这个 在这个 您是晕过去了吗 晕过去了 不知道了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大姐 大姐晕倒进了医院 导致换房计划 在实施了三年后夭折 矛盾如此激烈 难道姐弟之间 有什么解不开的 积怨吗 就是她说的那 比如说她是可以办 做爱公司的 嗯 办出来办不出来 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为了 我做饭我妈都不吃了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 为什么 对 刘家大姐说 自己之所以搬出母亲家 是因为母亲受到了小弟的挑拨 突然不愿意与她同住 于是在姐弟俩大吵一架之后 大姐夫妇俩便彻底搬出了母亲家 结果呢有一回呢 我呢 跟我修车坐满卖 我回家呢 我呢门比较轻 不像别的门人转 我开个门一开呢 开了 我轻轻一转 逛上 结果她弟弟跟她妈说呢 她说的 我是儿子 有事你得说这 指儿子 你别指着她 后来干上说她妈 听我听人证说的 她哪给你姐姐哄走 就说了一句话 后来呢我给门关上她 后来可能会儿查 她就不说了 我跟她说她不相信 我绝对自己都麻烦 自己都不相信 大姐疑心弟弟从中挑拨 而刘家小弟的愤怒 则另有原因 据小弟讲述 大姐住进母亲家不到半年 就让母亲名下的三居室 悄然变更了产权人 我是怎么知道呢 我要上天然医院拿药去 给你活活 我自己又拿点 还在你楼里二三个街上 你知道吗 你家房子 都变更给你大姐吧 不知道啊 后来那我就给我二姐打电话 我二姐就从大新过来了 跟我一块把我妈推的那个 方方 问到底 这房子变得流出了没有 她就不承认 因为她不让人说嘛 就没承认 没承认呢 后来 我听她说 她找一个律师 听说是好像我以前的她找的律师 在底下车里写的一些东西 然后让他们家儿子坐的网签 网签 网签的这房子 走的满纳 走的满纳 39万多 就这么大房子 不可能三个 结果没想到 她吧 搬那边房子 搬完又 接着搬成这样 就跟她说 我说你给房门得给了 是吧 你搬了 完了当时她就说什么 说行 当时她走了以后 不是走之前嘛 她就说给房门搬到家以后 我搬到家以后 把房门给你 是吧 结果呢 她搬走了 就过春节了 你想12月份吧 以后就好像是过完春节了 我们找她 说那个姐 那咱们搬的房门 她说搬不了 套伙去吧 2013年大姐一家搬走之前 小弟便向大姐索要母亲的房产整 起初大姐还满口答应 但之后却变了脸 房产证也一直没有交出来 于是小弟和小妹兄妹俩起了疑心 到房管局一查才知道 母亲的房产已经变更成了大姐的名字 这让她们异常惊恶 后来那个一查一下 看看说那个 就发现了 就说查她的底子 人家说这不是她的本了 这是刘世兰了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她货货的时候 如果因为货主以前是妈妈 对对 那如果不是货货的话 这个给妈妈的协助她 才可以吧 我说要亲姐同意吧 是肯定同意的 她老她 她老的什么 就是带她去啊 问我吧 我们全家一说她 一直说干嘛 她说退了她留班去了 上天拿去了 实际她再带这个去了 上来以后她就把房子梦了 我想她可能是 这是一遥远的梦 她最后把这房子给她全缠了 那一间 那个一间 这个 而且她都忘了 一次啊 我帮您这房子 为什么她说帮给我哥的 我跟您说她们都忘了 我哥生气 也着急 就给她跪下了 求她 然后呢 死过去了 生命 从地狱里逃过一回 当时就给过气的酒 就是啊 父亲就是啊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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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醒过来了 啊 完了 醒过来了 完了 走了 不给了 得知大姐取代母亲 变成了三居士的产权人 兄妹间发生了激烈冲突 大姐为何不顾弟弟妹妹的感受 要如此一意孤行呢 在这些呢 我妈就说 老呢 有你管了 这时候我把房子过回你 我说我不要 我当时也是这样 她干嘛呀 父亲 我过不给你吧 过不给你以后呢 我呢 我怕你不管我 我说 不过活也管 后来我妈不干 我妈非得让我过户去 这么着 我们就上风台去过户去了 过完以后呢 我当然我就什么都没说 她妈妈本来就是 不是 那时候不是了 那时候刘春兰已经成任了 那您跟我说一下 你拉现这种房子 就变成不差的别人了 这是什么 你知道吗 她开着一支部说 跟那要的房本的时候 她也没说 她也没说呢 但是呢 她蒙我 后来她给我拿一个 走我们这儿 一老本一新本 带一个她那个 换房子 她带老太太过这步的时候 这个我们那老房本啊 跟那个刘春孝 那二伴在这儿 她带着老太太啊 干什么丢了 捕了一房本 捕了一房本 可能又过了一个什么 等于她这个捕房本的时候 就直接把货 过到他们一下 对对对对 过了一段 做了一个什么 对是那么来的 对 老太太她捕了 那是哪年的事啊 那就是一零年的事啊 五月份的事啊 刘家大姐说 房子更名 是母亲主动提出来的 原因是为了 让她能够踏踏实实的 尽善养义务 为了让母亲安心 所以她便陪着母亲 一起去做了产权变更手续 你看 就像这家 比如大姐来 说妈妈是在跟我一起生活期间 硬要把房子给我的 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可以 这样想就是 一个丧偶到老人家 老妈妈 为了不给儿女们添麻烦 自己呢 又是应激了一辈子的人 于是拿着自己 仅有的一点财产 让孩子在照顾自己的时候 心里想 我不止给你添了麻烦 我也给你带来了好处 然后等到弟弟 在善养的时候呢 发现了房子 已经换了主 于是又开始 把妈妈接到自己家 这个房子的来源 他比任何人都轻松 是吧 首先是我跟母亲 共同居住的 而且他还有我妹子 是吧 我希望什么 他当初 你什么名言叫做 就弄到这房子了 我 确实连我妹也骗了 我也不知道 他谁也没通过 是吧 除非老太太您说 他怎么参与的 他知道 但是他糊涂了 我们任何人都不知道 他是被怎么干的 是吧 您把房子怎么过 您能不能跟我过回来 说你赡养老太太 得三年 你要多少钱 多少钱 我可以给你 您为什么要把房子 过户到自己名下 不是说我要过的 而且是我妈要给我过的 我那时候我也跟我妈讲了 我妈讲了 我妈说的 我现在已经归你了 嗯 什么都归你了 你管我 我就把房子给你 嗯 我说家外肯定 肯定有乱的 那您拿了房子 为什么又要走呢 因为他轰着我 我们有这样子 他也让他跟我妈 你快给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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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 2013年的12月17号 几天 他跟我打起来了 中午那会 跟我打起来了 因为我暗子在旁边呢 他在旁边以后 他骂我 骂我呢 后来他就跟着暗子起来了 暗子起来 他告诉我 我谢你三天 你不搬到我 把你家砸了 我妈在那儿呢 没抄理的 我跟我妈按着他 告诉我 又谢你三天 我一评分谢我三天呀 后来呢 我就没理他 没理他 完了到晚上 吃饭的时候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这么威胁您呢 因为他说 我占他房子了 那个时候 他已经知道房子 在您名下了 在一 在一二年 他就知道了 他跟我胡说八道 如果刚才 我没记错的话 您的弟弟说的是 您跟他说 我不行我受不了了 我要走 咱俩赶快换回来吧 要是这样 我何必能 他何必从我打架呢 大姐反复表示 当初在变更产权 这件事上 自己是被动的 现在离开母亲 也是被动的 而且 她也并非是 得了房产就走人 纯粹是因为 对于小弟的关系 已形同水火 两人实在不宜见面 然而 对于姐姐这样的解释 小弟却称 这只是一个骗局 并且 拿出了他的证据 就是你 老太明一起欺负他 然后 你们有私下 你就找他去 说这个事吗 就说 小姐什么 对啊 说了 一直都说 我说 还有我们的那个大哥 他也找他 不找他 他怎么说呢 他自己怎么说 你看就是 就是这个两个人 瞧解人 都找了 看着说什么 看着说不行 不瞧解 别瞧解 见不着他 始终没见到他 电话通 就是出电话 对对对 见不着人 他不敢来这边 始终都没见到人 所以要说了这个事 他一直都回避 回避 而且打官子多少次了 老太太忽着说要见他 他都不来不见 他都不见 你不是的 有看觉吗 看觉他也不去 都不在现场 从来没上过现场 就是开京 开京中二中拔 还有这什么这儿 这个从来法院 他从来没出过场 对 他已经来这儿 没来过 没来过 比如说通话 或者短信有吗 只要有任何一次 都算有 没有 他不接 他不接 打电话 微信不接 是大姐从全家人的视线里 消失了吗 对对对 您的 他的姐姐 找不着他 您哥哥找不着他 您能找到您哥哥吗 找到 小弟说 自从搬出母亲家以后 大姐再也没有露过面 于是在百般沟通无果之后 刘家其他几个兄妹 便以母亲的名义 起诉了大姐刘春兰 所以判决的是 判决 判决肯定老太太 他糊涂了 要收刺激 他输不出来啊 输不出来以后 那就输了 你以后 你以后再输了 你以后打了三四四呢 你以后 不会再打赢了 用什么老太太他不行 他现在收刺激 他说不清楚了 你们当面 就是那种面对面的这种 条件一期都没有吗 没有 对这房条件没有 几年来 针对此事的官司打了六七次 每一次都是大姐生气 那么刘家的老母亲 这位最关键的当事人 对此究竟是什么态度呢 他怎么会把这个房本放到他手里 放到他手 跟我这棵子里的 他随便翻啊 哦 自己拿着的 您是自个儿的闺女 您能拿她当贼看吗 这这都是说骗的呀 他骗了 他骗了我了 他坑了我了 他坑了我了 您哪 是 您多分心 您这房子要我来 要我 送我儿子 没点没有房住了 大女说 我闹着这个 吊我孩子 我这 您俩简直 都去我 麻烦业的 我闹着 吊我 还害我的地儿多了 他骗了我了 他一直都跟您就是 关系都拉好 他骗了我了 被问到为何自己的房产证 汇到了大女儿手里 老母亲只说 自己从未想到要防备自家女儿 谁知却被女儿算计 换房居住 竟惹出意外风波 这是唯一 我们拆协 安置的房 到他们一下了 他的安置份额 为何会莫名其妙的消失 那么现在就是说 通过这几个官司 通过司法救济 你们已经不可能得到任何救济 对房子的兴致 都做了 他骗了 他骗了我了 这个坑了我了 您这房子要我了 第三条件是指 三居市里的风波正在为您想 显然从母亲的表述中能够挺出 她如今有些后悔了 然后就是您 您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您就给他签册 是不是这样子 签册啊 您签了吗 他不会写 不会 他给你这 我也不会写 是 我也不认得 我打我拿 换房居住 竟惹出意外风波 他的安置份额 为何会莫名其妙的消失 第三条件是指 三居市里的风波 公司的产权和性质 是不是真的已成定局 那怀恩就认为 他根本不是一个真实的买卖的意思表示 而只是一个名为买卖实为赠予的这么一个行为 那么现在就是说通过这几个官司 通过司法救济 你们已经不可能得到任何救济 对房子的性质都做了确认 面对重重纠葛 老母亲的赡养问题 该如何解决 因为家庭的事 真的脑脑了 真厉五六年了 我都不敢去了 我连妈都看不着 我一看我的上 后花眼看见 我不敢进家门 因为我要进家门 我跟我哥打架 跟我妈天雷坠 我不想出来我妈 他能跟我妈打架去的 妹妹口中的所谓证据 还能否让事情发生转变 所以你说的 跟你妹妹说的正好相反吧 她说没有你的 你说没有她的 可能我这有事 不对 七场官司都不能解决的纠葛 能否以情理来化解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 第三调解是之 三居室里的风波 到过年迈的母亲 她搬进母亲家居住 三年之后 母亲名下的一套三居室 却悄无声息的溢了煮 到那第一次一查才查出来 但那个环环 就发现了 就说查他的底子 人说这不是他的本了 这是刘姆郎 母亲唯一的房产被大女儿一人独占 其他子女知晓之后 家中顿时硝烟四季 首当其冲的便是刘家小儿子 因为他也为此失去了住所 不到四年的时间 首族之间先后经历了七场官司 上来以后他就把房子弄到了 我想他可能是这是一遥远的梦 他最后把这房子给我们家全缠了 那一间 那个一间 这个 就是他太贪心 没底下 我现在手里有三个案子的一审二审的判决 就为这个房子 正义的房子 你们打了很多次官司 看到最早的案号是 2014年141516一直在打官司 对 作为此事的关键人 母亲如今充满无奈 他就 回避 而且打官司多尔特了 老太子哭着说要见他 他都不来不见 您知道家里当时是一个老三 他不让他说 您的女儿不让您跟他们其他人说 因为我这温暖 我一个都是不认 连我的名字先我都不认 骗了 他骗了我了 官司有输赢 亲情却无胜负 到最后 他们都说自己伤痕累累 什么都不会写 我们吃的就完了 就打官怎么打 三次四次就输了 因为我们一定 从事实上 我们超过两年限了 特别那个免亡的 你花了我妈的尽量月 将我妈的八九万块钱 都是我妈的孕儿祝福 感情上 要承受子女间的反目成仇 经济上 还要承担高昂的诉讼费用 这场家庭战争中 最受影响的受害者 就是刘家的八巡老母 您给这帮帮帮 要我呢 要我 和我儿子 有点没有帮助了 妈 也没帮助 我闹着这个 要我孩子 我这 你们家俩剪针头 是用玩玩意的 我闹着 要吃饭 我回家 没关系 你家俩又不允许 你家俩又不允许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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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哭了 原来 你家俩都不允许 真的 我不管谁付出 是我付出是谁付出 付出点啊 那我妈安稳稳着 所以好像这九层下也安定了 现在都八二多了 你说现在能让她闭眼 她都闭都闭不了眼 你弟弟有不罪 我也有不罪 妈也有不罪 是吧 你的错呢 还是大 为什么呢 你把那让人家 今后楼落街头 无家可归了 是吧 你看三大那儿就没房子 他就没房子 人家在住哪儿去啊 血浓于水的手足同胞 怎会相互紧逼到如此地步 所以你说的 跟你妹妹说的 这种相反啊 对 她说的 这种相反 这我们俩 我问她 她说没有你的 你说没有 可能 我这有事 不对 不对 在这间水火不容的三居室里 还能不能有风平浪静这一日 然后今天主要就是家里的一个三居室 这个三居室是争议的是这个小弟和这个大姐 争议这个三居室 请您继续收看第三条解是知 三居室里的风波 02年的时候吧 咱们国家就是那会人 因为那什么可以买 您出了多少钱 我出了2500 我妹出了2500 老陈出了3000 那刚还是写的妈妈 对啊 那时候就是一个人 那时候帮不了 我一个房子不能都有俩人 那时候 现在好像行吗 那时候住国 据了解 这处有争议的三居室起初是公租房性质 2002年进行房改 由母亲和小儿子小女儿共同出资 将公租房买断为产权房 据刘家小弟回忆 当时的买断手续还是大姐刘春兰亲自办理的 而房产证上的名字似乎是母亲刘淑珍 刘家老父亲早在80年代就已去世 按照常理 在2002年房改时 这套三居室应该是写在了母亲名下 而如今产权人又变成了大姐 这是不是意味着其他几个兄弟姐妹 已经失去了对这处房子的一切权益呢 现在她不是妈妈的名字了 现在是大姐的名字了 您什么时候知道的 这个是什么 是她那个走了以后 什么时候 你告诉我 年月月 13年12月 大姐12月 2013年12月 您知道这个房本不是妈妈的了 房子的这个主人 她的拥有她的人 产权人 已经是您的姐姐了 你不是胡扎当吗 一二年 一二年 一二年就知道了 母亲名下的三居室 为何要变更到大女儿名下 这套由父亲分得 母亲小弟小妹共同出资买下的房子 在产权分配方面究竟该怎么界定呢 当时是为什么会您妈妈要给您过这个 我妈跑我给她甩了 那我问您一下 其实您现在觉得那个房子是谁的房子 房子现在是我 是您的是吗 所有都是您的 你们这走的是什么 郑宇吗 郑宇 是郑宇是吧 他是郑宇 到那个到那个哪儿去拨户的时候呢 到那个房管局那儿拨户的时候呢 他让你走一个什么 走一个市场的最低价的那个弄户的户 就是听着买卖 大姐表示 将产权变更给自己 是由母亲主动提出的 因此算是母亲自愿赠予的行为 更何况房产证上已经写明自己就是产权人 所以在他眼里 这套三居室完全是他个人的财产 与其他人皆无关系 因为我是温茫 我一个都是故人 连我的名字 我都是故人 骗了 他骗了我了 然后就是你 等于你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对 这次给他签册 是不是这样 真的啊 你算了吗 不会写 我也不会写 是我也不认得 我打过去吗 他骗了我了 他骗我了 这压得可可很赖 刘家母亲告诉记者 他不识字 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对于如何协助女儿 变更产权的过程 老人似乎也说不清楚 他只是一再强调 自己是被蒙在鼓里的 被问及为何房本会落到大女儿手中 老母亲只说 对自家的女儿 她从没想过房本 她的房本一直随意的放在家中的柜子里 谁知道竟然被人惦记上了 难道这一切真是大姐刻意而为吗 您跟您的妈妈您问过她吗 您问过吗 说妈你怎么得罪我大姐了 她就说 就说她骗了她了 她就说她是骗的 谁骗谁啊 就说这刘世兰骗了我母亲了 我母亲就这么说 她就骗了我了 怎么骗的 就说骗了她了 刚才说她那个 要我的房子的时候 当时哄哄的我 就说 我什么要什么 给我 这么好才给了她 就这种话呢 以前呢 就说她跟我母亲吵架的时候 我下劝的时候 她也说过 就中山也说过 是 我不要你的房 你非给我 你什么要我什么给你 她也说过 因为当时有什么劝架 我也在上 2013年 你们再次换岗的时候 是您的大姐找您来说 不行我受不了了 我必须得走 你赶快来吧 还是 你妈妈跟你说 你快让她走 你回来 我受不了了 是 是谁说的 是刘世兰 您姐姐提出来的 大姐擅自占了母亲的房 接着又要甩手走人 这让兄弟姐妹们都感到十分分开 于是 几个人以母亲的名义 共同起诉了大姐 而机场官司下来 不仅没有胜诉 就连近十万元的诉讼花费 也由母亲独自承担 所有的这些你们起诉 对原告起诉的 当然是以母亲的名义 都被法院驳回了 也就是说 你们所说的 是欺诈也好 是买卖 没有支付对价也好 因为没有充分举证 没有得到法律的支持 先说欺诈 那么现在这个法院说 根据你们所描述的情况 根据大姐对母亲 应该说是有条件的 有条件的来做 这个房子的相关的处置 所以有条件 就是大姐是要负责赡养母亲 而且你们10年当时 大家都达成过一个合议 就是由大姐来照顾母亲 跟母亲一起生活起居 然后发生的一切费用 由大姐来承担 在这种情况下 母亲如果百年之后 这个财产都给大姐 你们都签了这个东西了 那再结合后来 大姐跟母亲实际 一起生活的实际情况 那法院认定 他们的交易 尽管表现形式是买卖 但对具体什么时候付款 然后这个有没有违约责任 等等等等 就是没有下文了 那法院就认为 它根本不是一个 真实的买卖的意思表示 而只是一个 名为买卖 实为赠予的 这么一个行为 那么现在就是说 通过这几个官司 咱这么说吧 通过司法救济 你们已经不可能得到任何救济 对房子的性质 都做了确认 关于这套三局势 现在的悬属问题 律师陈旭 做出了详尽的问题 他指出 不论房产来源是什么 曾经是何性质 根据当下看到的材料 已经可以明确认定 房子现在就是归属于 大姐刘春兰所有 从法律角度来看 大姐已占据绝对优势 那么这场风波 该如何化解呢 您刚才说 是妈妈要给您过户的 然后您在 妈妈跟您有这个提议的时候 您就跟妈妈说 如果过了这房子的话 就会生麻烦 是吧 对 所以后来当你弟弟知道了 房子已经过户了 就生出来这些麻烦 是在您的预料之中的 对 没有 没有 因为我有一个一级室 因为什么 因为他在那个一级室中了 也就是我妈坚持 弟弟过着户 所以我也跟我妈讲这事 您看 其实这个是一环扣一环的 首先 我觉得你们家人 都应该知道 这个房子的来源 是吧 它有一个最开始 从哪里来的 是吧 一居室 您手里的一居室 和这个是一起来的 是同根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房子里边应该裹着 你的弟弟和妹妹 还有父母什么的 这些 您是知道的 里边裹了这么多的人 如果要是妈妈一个人 其实妈妈一个人 这个房子是做不了主的 她做主给了您 她势必生出很多乱子来 您都是知道的 有数的 您为什么还要蹚这浑水呢 而且既然已经蹚了这浑水 他们怎么样的激动啊 这个有麻烦什么的 您是在您的意料之中的 您为什么还要生气啊 我不是说那样 我开始就是 我妈跟我说完以后呢 我妈要坚持过的 反正我也想了 等就是我 搬下来的时候 他们那个媳妇 还有那个三弟 他们都有诺言 就说别人不管这个 我妈了 她能帮着刺我妈 所以我就才搬下来 大姐表示 虽然当初 自己是被动 接受了母亲的赠予 但如今目已成终 对这套三居室的产权 她不会再做出任何让步 但她也坦言 自己并非是要独占房产 面对调解嘉宾 她提出了另外一个解决方案 另外我有一个一居室 她住在上面 如果她要帮着我 帮伺我妈 将来我妈没了以后 我把一居室给她 然后就是其他的姐妹 给我给点补偿 我是这么想的 我也跟她说过 那现在您的这个提议 还算数吗 一居室给弟弟 然后其他的点 还剩下一个妹妹 对吧 现在还算数吗 帅啊 您最后跟您弟弟 这个 这个吵得特别凶的 这个弟弟 您跟这个弟弟说 您这个提议是什么时候 最后一次 在没没搬下以前 没说过 搬以后 他给我 给了我好多诺言 所以我 我那时候是 确实是想给他过户来的 结果他什么都没管我 我自己就有想法了 既然你什么都不管我 我还给你房子呀 对吧 那就等我妈 百年以后了 你得我点补偿 我把一居室给你了 大姐明确表示 愿意用自己五楼的一居室 作为和弟弟调换的条件 但前提是 弟弟也要照顾母亲 并且要尽快解决两人之间的争端 对大姐的要求 小弟能接受吗 第三条件是指 三居室里的风波 正在为您讲述 人朝就说 你弟弟就是 我 你跟这住 你怎么 咱就怎么办 他就说了 说这个 我已经把501给他了 给你了 没有 现在那个 那个501的那个户 还是他那男 离婚那男的户 是什么 前夫的 他前夫的 他把那房子给他 对 本身这房子一个是他的 他要他已经上的时候 他就变成他的前夫了 对 应该是他的房 他就给他的前夫了 那那房子现在 还是他的 还是他的 他那前夫 对 因为是他的户 所以呢 您这么讲 他必须得 他如果要不承认 这房 有我的房 他能说 把他的房 给我了吗 从小弟的叙述中 可以得知 姐弟二人 的确曾经考虑过 用五楼的一居室 进行互换 但鉴于 这处一居室 已经变更给了大姐夫 所以小弟 并不信任大姐的 这一方案 下来之后呢 你 我小舅说 你房你陪我不行 我给你房 结果呢 五层房呢 那时候写的我的名 结果呢 后来呢 当时呢 嫌我名之后呢 他当时就是说 在下里边闹道 我搬家 我走 后来也没用什么 跟我丈不良 他往这吵起来 这用我丈不良 跟他开横子来的 你干我 这什么样子 后来呢 他呢 五层房就说 我们搬走 后来我们从这 这搬到昌亭去了 搬到昌亭以后呢 结果呢 他妈呢 我们搬走那天呢 十二月份 十七号 十二月 十七号 其实在这个 在我搬下的期间呢 说三年半吧 在这三年半呢 也是跟我吵 也是跟我闹 我不是说 我特毒 因为他那个 激励的整治 甚至连母亲 也卷了进去 一气之下 双方不欢而散 从此 这个方案 便不了了之了 你逼着我这 你一人在这三个包 你到我七死 他就是想要一事 又变成了弟弟 给您补偿 我给他一个一居室 那您不是还拿了 三居室的吗 三居室是我妈的呀 我跟你说 这个房子 现在是谁的 不是说我 不是说我 非得要的 现在是我的 原来我妈 对呀 那就变成了一居室 也是您的 三居室也是您的 那他不得跟你玩命吗 没有 开始还没这样的 正如心理专家 毕金仪所言 如果事情追溯到早年 这套三居室里 的确包含着 小弟和小妹的安置份额 虽说目前法律上 产权明晰 但从情历上 大姐未必站立 有关您留下三居室 给妹妹补偿 然后把您的一居室 给您这个小弟弟 这个疾意最后一次 是什么时候 我没跟他 本人说 他本人跟我要了好久的这房 我没给他 我还是想 我妈有事 你要帮我 等我妈白天以后 我还是把一居室给了 但是继续的都会让补偿 所以您刚才是在骗我 您并没有这疾意 有 我说过 所以我才问您 最后一次 您跟他说 是什么时候 一二年 五年前了 对 因为我出了 他没同意是不是 他同意 让我给他过户 就我没同意 因为他取了我好多诺言 都没实现 我就没 一直就没理会 刚才我算了一下 其实按道理说 所有你们家拆迁的对象 等于是人头一间房 差不多 是吧 然后 这三居室里面 有妈妈的 你现在的两个妹妹都还活着 你弟弟都还活着 然后您就整个整体的把他一揽子都给处理完了 大姐 虽然您拧了这么多的官司 但是您觉得您可以安睡吗 我原来没认为这房子都是我的 我还认为那里头有他们 所以您和姐夫 你们两个人也好好商量商量 我们得要接受一个新的想法 据了解 当初讨论用一居室互换的方案时 大姐曾进一步提出过附加条件 那就是一居室转给小弟的同时 小弟还要给自己二十万元的经济补偿 但显然小弟对此完全不能接受 而陈旭律师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我这里提个问题 当然你在讲 说妈妈让你 或者妈妈提出来要过务到你名下 那我就有个疑问 妈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论 因为他说他对我妈好 谁 小弟说他跟我妈过务那么长 实际上根本就没那么快的事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 你刚才跟我们说是 妈妈提出来要把房子给你 为什么 妈妈为什么 因为我 我妈作为一块生活 不是说一天两天 我其实没离开过 没有就是三年 你的表述就是之前 他就等稿的时候 有会经常下来 不会 他不管我妈 他不管 就是我们也不管 就是妈妈基于 你对他进了全部的赡养义务 照料义务 你的表述是妈妈主动出出来 即便妈妈有这样的提议 你接受了这个房子 有没有考虑过会发生今天这么多的事情 没有 会拉出这么多的仇恨来 没有 房弄到手了 而且是什么 小弟对大姐擅自变更母亲房产的做法 至今仍感到愤怒 或许大姐也有自己的想法或理由 但若是双方一直僵持 家庭必然无法和睦 最后为难的 还是84岁的老母亲 你细想人家一直在说 人家当年拆迁是八年拆迁的时候 是有人家份额 你们三个大的 各拿走一个一居 人家两个三个小的没结婚 未成家 所以跟老爸老妈住在一起 之所以三居是 老爸老妈老两块一个房子 三个这个未成年子女是异性子女 但已经是要分房的这样的年龄 所以拆迁人才给你用三居室 男孩可以住一个 女孩住一个 老爸老妈住 这么安排 那你现在尽管经过了房赶 人家还说人家有出资 您光当一下 一个人给拿走了 给出资 咱不去讲出资多少 这都放在一边没多少钱 那现在就是你一个人 把所有这些利益都拿走了 这事儿你想他能平衡得了 我倒没想过 没想过 没想过 包括您今天官司尽管打赢了 人家要跟你玩命 这都没想过吧 我想是你玩 小体团队能够感受到 刘家的这场争端 不仅仅只是因为房产 更是因为堵在各自心头的一口气 的确 一碗水难以绝对端平 可一旦对某一人倾斜过多 便势必会引发其他子女的不满 如今 刘家子女因为财产纠纷而争执不休 母亲的赡养问题便也迟迟得不到安排 今天上这个聊天室 主要最终解决的是什么呢 就是老人的赡养问题 因为我也咱们都得算了也明白得到 这百事笑为天 你这老人已经到这个年龄了 我们就至于其他问题我不想参与 您的意见关于赡养你有什么意义 关于赡养的问题我就说 按照我们原来那个家庭的那个协议 就是该谁养啊谁 是不是有这种提示的问题 不是啊 没有 虾八道 没有 没有 都不知道 连人都不知道 他说的全是胡说八道 一点有 我们一点印象没有 是吧 他要说我们都知道 连人都不知道 这老大真没想关系 对 他都怀怒都拿走 今天就是调解这调房 他这俩没关系 就是你们说的 10年的5月22号这个协议 对吧 对 就是你们几个子女都签了字 对 妈妈跟这个大女儿生活 大女儿负责一切经济开销 等等等等 是这个吧 对 现在还是这样吗 对 因为这是个事 您什么时候问的妈妈 现在母亲还有能力 做这样的表达 现在我 在一旁始终沉默的大哥 突然明确表态 这一次调解 他只想安顿好母亲的赡养 而不想参与弟弟妹妹们 关于房产的纠葛 在他看来 法院对于房产的归属判决 已经是定论 没必要继续纠结 你们家一共是六个孩子 对 是不是 并不是很和睦 对 对 是有的 有的 兄弟姐妹关系比较近 有的比较疏远 是吗 我现在还是一般 就有这房 所以就去更那个 更加承认了 就原本关系就一般 是吗 对 心理专家必须 能够感受到 这些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基础 比较薄弱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单纯讲法律 也许会引起更大的争端 而过于强调感情 也难以推动实质进展 或许 应该以亲兄弟 明算账的思路 帮他们先把账算清楚 这或许 能为解决纠纷 找到出口 就是开始这个调解之前呢 也知道你们曾经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大家坐在一起好好地说过话了 现在我们大概给您总结了一下 现在家里面的问题现在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跟房子有关 一部分是跟妈妈的赡养有关 以我们的原则来讲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妈妈的赡养问题 首先是跟房产没关系的 比如大哥的意见 和这个二妹妹的意见 他们都是只关心妈妈的赡养 而且呢 他们两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 就是希望按照你们家的这个 10年5月份签的这个协议 就是由大姐来赌养 大姐弟弟还有小妹妹 三个人是跟房产人 人籍在一起的 判决一而再再而三 不能平静的 其实是心里面的那个疙瘩 所以呢 过去只要出过的方案 没有被实行的 尤其是反复的说 反复的大家都最终不买账的 那个方案就不要再就是重提了 没有意义 我们可能要探讨一个比较新的方案 好吗 我先问几个细节 你们家的房子是69平 是吗 就三居室 是吗大姐 您的那个一居室 是多少瓶啊 四十 即便变成姐夫的名字了 前姐夫的名字了 必然是在问你 如果他们要做某种处置 有什么问题吗 人家愿意做处置的话 不影响处置啊 我另外再问你 小弟你现在首先 因为我们看到 前期编导采访 说你的要求是 把三居室过户到你名下 不是过过母亲 当初我姐姐 他在这个 就是一三年 他走过 不用跟我说了 他已经说了 来 这个房 他给我过 你先不用这么说 你呀 现在这样 有这么人 老贵强过正 那你这样 你这样 你咱们陈老师说 先听我说完 你们问一问 如果你代表你母亲的话 打了这么多的官司 141516 判决说 我这看得到的 大概有六七份 那么现在 一概以母亲败宿 为结局 你觉得现在 这个房子上 在黑不低 白不低 什么条件都没有 不回去 给母亲现实吗 你问 你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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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过 但是打电话 是咱们这打的 说的方案 是说他提出来了 和我一提示 和我补赏 这是咱们这 收集就做了 他跟你补赏 我们不奚落人 没意义 不要做 这么可笑的事情 这位小弟啊 我觉得您真是 脑洞大开了 你姐姐给你一居室 他再给你补偿 他的一居室 是四屏 你们家那三居室 是69平米 里面有三个人的份 每个人 我刚才算了一下 每个人是23平米的份 他怎么可能 给了你40平米 他还给你补偿呢 轮到 就是算到 看到你的头上 69平米 他只有23平米 没有吧 等会儿 没有吧 等会儿 69平 那个三居室里边 您有多少 您知道吗 不是 这事 您有多少 您知道吗 这回答不就行了吗 这是 他以前 我也说过 这是我跟我母亲 我们是共有的 因为我担心上来 是共有的 他也承认 共有是共有 那那共有不意味着 刚才是问你 共有69米除三 会除不过呀 是共有 那共有什么意思 60米归你 39米归人家 什么意思 你想说什么意思 那我跟我母亲 十多年了 将近二十多年了 我现在这么 我60了 我一直跟我母亲一块住 我房 他三年 就我 我跟我妈的房子 全没啥 让你说有偏离吗 我从生下来 跟我母亲在一块 你现在还要了 再继续吗 这个这个话 如果我们可以把财产的分配 和老人的善养分开来说 我们就这样说 其实无论老人有没有房子 他的一餐 一日三餐是要吃的 他每天晚上得我地方睡 您现在是要跟我说 除非你能今天在我们这 拿回去那个三居室 否则 不是我拿 不是我拿 你让我说完话行吗 传统母亲身上 你让我说完话行吗 行行 您说 您今天到这来 是除了要拿回去那三居室 其他任何的结论中 不接受是吗 对 显然这几兄妹连面对面的商量 都难以做到心平气和 他们抛开了要解决的问题 开始大吐骨水 诉说着积累多年的抱怨 此时只有置身室外的大哥 似乎还保持着冷静 他一语道破 母亲的赡养问题 应该与房子无关 我插一嘴 今天咱们到这个 第三条 大哥说 是谈这个赡养问题的 还是解决这房子的问题的 这房子的问题 法院已经有了定论 咱就不谈了 咱就谈老太老人的赡养问题 您家真具有个明白人了 谈别的就没有意思 因为我们的有叔叔 有那个表格都定了 是吧 13年 刘初兰走了 已经不明了 那都有记录 那都有记录 对 又是那个 不是 这费了 这已经费了 一年 没有 一套三居士 在五兄妹之间 引发了连锁反应 他们明下了 一居士账 是给小弟 对 他愿意 而且二十万女 万万谁的 还有补偿 补偿要多少钱 二十万 能不能跟他说 就不要那二十万 然后三居士 以后也一堵 三居士里的矛盾 似乎到了水火不容的 其他是你准备的 他得拿钱出来 钱和他那两位 其他居士图 调节团队反复权衡 能否帮他们将新账 老账一起算清 门也没有 官司也打得一六够 如果 说我们叫失食物 不吃眼前亏的话 既然有这么一个话茬 大家能够有些利益分配 问题在这里讨论 大家也表示愿意 拿出他的一击史来 给你 当然人家有提了个条件 说这个 人家你要 让你补二十万块钱 我偏着二十万块钱 它还有其他的用处 提这个要求 我们认为 对于你来讲 是利益最大化的一个方案 真的 认为 不是您的意见 他们儿子说 是他们的意见 他们做这事 太绝了 行 我都说 太绝了 他们能否放下 坚持到底的身段 给亲情留下一个出口 甚至我们孙老师说 哪怕稍微再修正一些 这一击史给他 二十万不要 那我听小弟的意思 就死不了 跟你磕着三 三击史了 就就就根本就是 这个一击史 什么方案 在讨论以一居史 作为交换条件的方案时 姐弟俩依然僵持不下 一边坚决要求 二十万的补偿 一边是坚决不给 无论调解嘉宾如何劝道 双方都死守着 自己的要求 寸步不让 这也令在场嘉宾 深感遗憾 小弟和甚至小妹 提出对这个三击史的权利要求 是基于 81年拆迁 是被安置人 从这个角度考虑的 但我想呢 要告诉小弟和小妹的是 这个权利 自2002年 也就是你们这个 被安置人二十年以后 由公租房变为产权房以后 他的权利已经发生了变化 你就妈妈成了 唯一的权利人了 因为我们物权以登记为准 那么你就只能认为 这个房子是妈妈 这是第一个要说的 第二个 那么在2010年 然后妈妈对这个房子 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处置给他大起 那么这个从法律上 你现在来看 经过这么多的诉讼 你们要撤销也好 要解除也好 那这个合同 已经没有办法解除 没有办法撤销了 换言之 这个国户在法律上 是得到了认可 法律上没有办法改变 那么刚才我对于相关的调解方案的 向小弟确认了 大姐不是表示要 把他们名下 我现在只能说是他们 我不是说大姐名下 他们名下的一基石 可以给小弟 可以过户给小弟 当然提出个要求就是 小弟要拿出20万补偿 给大姐 那这个呢 因为毕老师刚才算的语账 说普黄一地区 那个地区的房价 那么大概6万多 如果说37米 那算下来 小弟本来说在这个三军事里边 有23米 那差个14米 14米我们算上 差不多小100万 小100万的情况下 那么让你拿出20万来 在我们旁观者看来 这个要求不为过 何况 小弟的权利本来是灭失的 那通过这种协商的方式 又能够恢复 本来应该也是一个 可以考虑的方式 那么关于赡养 目前的现状是 在小弟这儿 跟母亲一起生活 母亲跟小弟一起生活 原来 10年的约定是 由大姐 对母亲进全部的赡养用 那现在 养老问题我们一直在说 要尊重被赡养者 也就是父母的这个意见 那现在如果 母亲能够自由 表达自己的意愿 不愿意去 大姐那儿 那咱立即当别论 但如果愿意 继续跟大姐生活 大姐的态度是什么 愿意 就是你还是愿意 按照10年的协议 对 继续履行 所以说在房产问题上 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但大姐刘春兰平却表示 她愿意继续履行 2010年的家庭协议 即在得到母亲的房产之后 全权赡养母亲 而此次调解 能够取得这样的承诺 也令嘉宾们颇甘安慰 现在小弟提出这样的一个诉求 有没有道理呢 说当年拆迁的时候 他也是北安之人之一 那我已经做过解读 应该说小弟的这个诉求师 难以得到法律支持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 或者说提示小弟和有类似小弟情况的各位观众 如果您对您的财产权益要持有保留意见的话 以后呢 在处理类似问题的当时 就一定要找专业律师帮助 来形成一个有效的法律文件 否则的话 那么别人就有理由认为 您是放弃了权利 在大姐能够愿意拿出自己的依居室 作为调和这个矛盾的这样的一个意见室 建议小弟能够接受这个法案 经历多次的诉讼 有明确定论的判决 这些似乎都难以平复刘家小弟 那颗失望的心 这场风波不但消磨了手足之情 更是搅扰了母亲的暗影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认真思考 嘉宾们的建议 但无论矛盾如何化解 都应当照顾好年迈的母亲